字幕提供 我們要去名古屋 耶~~~ 至於為什麼要去名古屋 就是應該是時候宣布解封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要去日本 然後因為我去日本 就只想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一隻Hubs 另外一個是去環球鋒層的 熱天堂樂園 結果在搶促銷機票的時候 東京跟大阪都賣完了 所以我就在查哪裡還有Hubs 然後就發現 這只有明古屋跟福岡藥 而且明古屋的是他的本店 喔對阿 他就是明古屋開始的 然後後來在Youtube看到別人 從明古屋到大阪好像也蠻近的 沒錯 就坐個什麼車子 Pinotory 就會到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 那乾脆也去大阪的環球運程好了 那我們就去打飛機吧 終於到日本了 等一下你覺得出關順利嗎 其實我覺得他變得還蠻電子化的 過海關啊 申報啊 全部都是用電子 你就先填然後就掃QR Code就可以了 而且人不多 可能因為明古屋是 他們會講台語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明古屋人感覺很友善 對 他們都會講台語 然後跟你說 多謝 我覺得速度都還蠻快的 可能因為明古屋沒有什麼觀光客 整個機場超少人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去吃豬排 現在這是第一行下的四樓 然後它四樓其實就有很多商店 包含了餐廳啊 然後 伴宿等等的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耶 整個裝潢都蠻可愛的 我們來吃這個是食廠豬排 然後它算是明古屋 很多分店的聯手店 我吃的是味噌豬排 然後好像是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我再加起司醬 吃兩個口味的 比較不會膩 對 喔好味噌 鹹嗎 嗯 鹹中帶甜 它豬排滿好吃的耶 裡面很嫩耶 對啊很嫩 它豬排裡面很嫩很好吃 然後外面的皮 雖然淋的味噌還是脆脆的 好讚喔 加了起司之後 它就不會像原本的醬那麼膩 它起司也不是很鹹的 反正加起來就有種更香的感覺 好好吃喔 從機場去市區 沒錯 它們做這個是 是什麼 Mule Sky Mule Sky 現在2點50 我們終於到明古屋市區了 天氣很好耶 超舒服的 萬里無雲 然後我們要先去我們住的飯店 放個行李 然後放完行李之後 我們就要去逛街買東西啊 現在還不然沒有衣服穿啊 到了我們入住的飯店 Fresa Inc 好像叫明鐵什麼什麼的 它還是一個連鎖的 Check-in之後 它的背景都是在一樓可以拿 還有什麼 面膜 喔好好喔 梳子牙刷一些基本的 好喔 好茶包 高虎刀 好不錯喔 小小的 小小的 超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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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 一張床 電視 還有一個小桌子 一個打不開心一下的地方 不過這邊很便宜啦 這邊我記得Klook訂一個晚上才1200多 超便宜的 廁所就小小的 然後 點字馬桶 然後 一個浴缸 喔還有浴缸耶 然後 還不錯的吹風機耶 感覺不是很隨便的 不是那種要一直按著的那種 好耶 然後房間還有一台加濕器 是Sharp的 看看外面的樣子 我們住12樓 看出去外面其實也蠻漂亮的 我覺得還蠻新的耶 而且設備都還不錯 對啊 也沒有那個梅味 推推 剛剛逛街買了一堆衣服 我們是在哪一棟逛街 我們在Gate Tower 然後現在這是Gate Tower上面的 星巴克 這個是 最高的星巴克 最高的星巴克 現在是在榮品站 然後我們要去一個 晚上很漂亮的地方 它叫做 零鼓屋電視塔 然後還有綠洲的十一 耶 然後九屋大通公園旁邊過來 旁邊過來 這邊就是 九屋大通公園 這是綠洲二十一 好藍喔 然後我們要去上面 上面的話 可以看整支的電視塔 然後再加上有水的倒影 應該蠻漂亮的 這邊也是藍色的 原本要吃風來放了雞翅 結果呢 沒有運月沒位子 所以又另外找了一家 這家叫做 世界的三項 日本店 我們進來的這家店 整間店都是日本人 怎麼聽不懂 你看很可愛 它都是坐牆壁 打進來還要脫鞋 你要把鞋子 又收到袋中起來 還沒進來 而且它全部 它沒有中文 也沒有英文的Menu 全部都是日文的 所以看來我們只要盲點了 好笑 店員說沒有中文Menu 全部它的Menu給我了 都是中文 我想我們直接點這頁好了 名古屋名殘 這頁都點一遍 準沒錯吧 第一個上來的是 它是什麼柚子醬還是橙醬 橙醬雞皮 它沒有蔥 還有羊蟲 都是冰島 嗯 好像是涼飯的感覺 這個也是盲點 就看Google翻譯 直接點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加了植植醬的鹹水雞 是喔 快吃快吃 玉子超好香喔 就直接吃吧 哦 卡斯卡斯 很好吃 真的假的 這看起來很不出色耶 它就是很淡 可是它味道很好 只是肉有一點小肝 但是我喜歡它 就是皮 買了那個閃心 嗯 其實有一點點 酸酸的 比較韌 的 鮪魚 但是又多了一個 味道 有車味 有一點 好 弄了薑跟蒜 包起來 然後沾醬油吃吃看 就不會有那個腥味 但是 口感不好 口感不好 沒有啊就是 你不會覺得它是馬肉 就是我不知道吃這東西幹嘛 呵呵 你遇到 嗯 嗯 很好吃 裡面有蟲 然後裡面很嫩 很濕潤 然後有受洗燒醬的味道 所以裡面最不好吃的是 然後我們現在吃晚餐 晚餐吃什麼 雞翅 雞翅 那它叫什麼 它叫 風 開圖了 我忘記了 啊 打不開啊 你等一下再問我 有什麼 風來訪啦 風來訪 你知道還不講